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人们打开自己的心窗 学习接纳别人 包容他人 并且感恩一切的众生呢 让我们恭请圣业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数量有来越多 而我们世界的空间 并没有增加 特别是人类生存的环境 活动的环境 比过去大不了多少 甚至于 过去的环境 现在已经不能住人 而现在正在开发着 一些过去人 还没有住的环境 我们现在的人去开发 那么开发出来以后 是不是够我们的人来生存的 生活的 很难讲 就看看我们对生存 生活的要求 和标准是到什么程度 有的人呢 晚上睡觉 一个床铺 就够了 白天吃饭 三餐 就够了 家庭里边有一个老婆 也就够了 但是有的人呢 不是那么想 认为自己的需要的 很多很多 自己希望占有的 自己拥有的又少呢 又不快乐 又觉得没有安全感 自己拥有的又多呢 也觉得好像是越缺少了 拥有的又多 自己觉得越是缺少 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有的人什么也没有 穷的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啊 他也过得蛮快乐 为什么 他反正没有了 他要也要不到 那干脆什么也不想了 但是呢 很多的人呢 追求在追求 拥有在拥有 因此呢 人与人之间 希望啊 正确的东西 正确的空间的范围 互动的 自己的权势的范围 都希望大一点 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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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就彼此之间呢 就会啊 有矛盾了 有冲突了 因此啊 要想生活的 说到非常快乐 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因此我们呢 要告诉大家 从复发的观点讲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一定的呀 复报的极限 所以复报是从过去是带来的 你现在这一生的努力 再努力啊 你有它的 有你的极限 不可能呢 你拥有一切 你也不可能呢 你征服一切的 所以 你事意也好 你的爱情也好 你的名位也好 你的权势也好 这都有它的极限 这极限是什么 不知道 是位置数 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极限 那即使说 能够 所以你 所有的 你不要放弃 如果 没有办法 使得你所有的 你不需要难过 这样子的话 你过得应该 比较啊 快乐一点 我们人世间 人口增加 并不等于是 我们地球上的 福报啊 来得更多 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啊 文明科技啊 发达 也并不等于啊 我们人类啊 拥有的东西啊 更多 因为地球上的 资源就是这么多 你变花样 怎么变 变来变去 还是地球上的东西 我常常啊 有这个比喻啊 我们人呢 好像是 要征服地球 要改变地球 其实呢 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点像什么 像蚯蚓一样的 蚯蚓啊 在吃泥巴 吃了泥巴呢 改成了大便 还是泥巴 然后子弟的身体 最后 也变成泥巴 这是泥巴生 泥巴的死 就是在泥巴过程之中啊 在那边生存 但是呢 是一个生命的现象 是有的 这些物质的拥有 是没有的 如果有 也只是暂时的 而不是永远 所以你的 甚至于自己的身体 都不所以自己的 有什么东西是 能够永远 所以自己的呢 只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 福德 你的智慧啊 你可以永远呢 所以自己的 你现在 你的智慧 多 你的烦恼 就会减少 渐渐渐渐的 智慧越来越增加 你的烦恼 又来越减少 这个是 现实的人生之中 你能够享受的 然后你的福德 数位福德呢 并不是等于说 自己的 享受的好 叫做福德 而是呢 我们贡献的多 奉献的多 而让人得到利益啊 多啊 我们的福德就增加 这个福德 看起来是 好想是有形 但是呢 也是无形的 所谓无形的就是什么 有的是啊 人家会感谢你 感恩你 感激你 有的人啊 他不知道要感谢你 也不知道要感激你 可是呢 你已经制造的 已经奉献的 那个份功德 不会离开你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 你所能够拥有的 否则的话 在我们世界上的 不管是无责的也好 不管是名望的也好 不管是权力的也好 都是啊 一个虚假的幻象 有很好 没有也没什么关系 阿弥陀佛 有新的投进 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